妈妈新男友来家的第一天,我就感觉浑身酸软无力,一股酸胀的感觉从身下传来。 深夜,我听见妈妈卧室里传来一阵阵奇怪的声音。 一忍中带着痛苦,随后是一声急促的尖叫声,似痛苦又似愉悦。 好奇心驱使我上前查看。 从我的房间望去,妈妈的卧室房门没有紧闭,露出一道光亮。 也就是这道缝隙,让我惊得大气不敢喘一下,僵在原地。 妈妈和一个陌生的男人在一起。 忽然,那个健硕的男人,好似有察觉般的望向门口,嘴角露出若有若无的微笑,我立刻躲在一旁,一动不动,甚至不敢呼吸。 那个男人的面庞,对我来说无比熟悉。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,和我妈上床的人,居然是我到高中老师王成军。 王成军比我妈小了十几岁,为人温柔,亲切,有礼貌,读高中时,就有不少女生暗恋她。 毕业后,没想到再次见她是这种情况下,太尴尬了。 我偷偷地再次探出头,这次他们两人是背对我的,我不禁松了一口气,这甚至说明刚才王成军没有发现我。 两人交着在一起,柔色的灯光下我妈肉体白得发腻,毫不客气地说我妈虽然年过四十,但是保养得完全不输二十多岁的女生,身材凹凸有致,该瘦的地方瘦,该胖的地方烫,前凸后翘。 怪不得最近龙光焕发,还经常买一些黑丝,吊带裙原来是有了第二春啊。 我心里不禁瞒人起妈妈,我其实反对她找男朋友的,只是为什么要瞒着我和我高中老师勾搭在一起,看来妈妈也是寂寞了呀。 卧室里暧昧逐渐升温,既然如此,我就不打扰他们两位了。 我喝过水后,静悄悄地回到房间,戴好耳机躺在床上。 夜深人静,我迷腻呼呼地进入梦乡,却感觉到身上传来的异样的感觉,似乎有人在抚摸我。 我强迫自己睁开眼睛,眼皮像铁一般,根本睁不开。 我胡乱挥舞着双手,试图告诉她,她妈的滚开,老娘不好惹。 好在,身上的异样赶过了一会就消失了。 第二天,我被闹钟吵醒,过了很久我才慢慢爬起来。 浑身上下酸痛不止,就像刚跑完八百米一样。 我刚要起身,突然想起了昨天看到的一幕,现在已经十点多了,她应该已经走了吧。 为了保险起见,我贴着门边,仔细地听了外面动静,见没什么动静后我才开门出去。 我一边揉着脖子,一边想着昨天晚上睡着后发生的离奇事情。 刚才检查下身体,发现并没有异样,看来,昨天是我做了噩梦,不过噩梦也太真实了吧,着实让我吓了一跳。 我不会真的遇到鬼压床了吧,眼皮重得要命睁不开,身上也像被重物压过一样,这她妈不就是鬼压床吗? 看来我要去拜一下了。 但是我没想到的是,等我刚出房门,居然迎面碰上王成军。 王成军只围了个浴巾,女士浴巾紧紧地裹在她身上,剑硕的背部上面满是抓痕,仔细看还有不少牙印,这昨天晚上到底是有多激烈啊。 更离谱的是,我习惯在家只穿了小背心,里面文胸都没穿,处于真空状态。 而我的身高只有一米六,王成军起码有一米八多,不穿衣服的他,就像一个猛兽一般。 这下丢死了人了,我刚想回房间。 王成军给了我一个重重的拥抱,强壮的臂膀机紧紧估住我,我们两人身体不可避免的紧密地贴合,滚烫热辣的触感让我浑身难受得要命,刚想挣脱,就看见我妈站在身后,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们。 我吓了一跳,下意识地想和她解释,毕竟是个母亲,都没办法接受男朋友和女儿接近赤身抱在一起吧,我刚想找个理由解释一下。 这时,我妈居然开心地说,玄玄,这是你王成军叔叔,第一见面,你们两人就这么亲密了啊,真好,以后大家就要一起生活了哟。 我震惊了,我妈在说什么。 她明明知道王成军是我的高中老师,而且她还多次称赞过王成军教得好,前一段时间,还问过我王成军的事情。 这才过去多久,她就不记得了。 我刚想说什么,就看见王成军轻挑地拍了我妈的屁股,声音很大。 但是身为女儿,如果不好说什么,只能假装自己什么都看不见,尴尬地叫了声王叔叔,捂着自己的衣服,跑回了房间,临关门前,我听见王成军轻笑一声,宝贝你女儿好漂亮。 接着便是我妈不一的撒娇声,那你还说是我好看,还是她好看。 啪了一声后,我妈发出你好坏啊,声音妹的勾忍。 随后两人又开始动手动脚,口水交缠得快拉丝了,听得我一阵恶心。 王成军私底下居然是这样的人。 直到我听到我妈送走王成军后,我才出去。 这一切太奇怪了,我忍不住开口问,妈,王成军是我高中学校老师,你不记得了吗? 之前,咱们还说过她。 我妈的反应出奇地冷静,抬头看我一眼,什么也没说。 我更好奇了,一个进追问她,最后她不耐烦地站起身拍了下桌子,吼道,知道了,我看你就是不想让我找男朋友,自私。 我被吼得一击零,这还是我妈第一次凶我,就因为一个刚认识没几天的男人。 我心里知道,我妈没必要一直为我爸守寡,找男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,我就是忍不了他凶我,于是我也吼回去了,你找男人都可以,我说几句就不行吗? 啪一声,我的脸重重挨了一下。 我妈冷漠地看着我,既然你看不下去,你就滚出去。 这里是我家,正好你也要上大学了,你就去宿舍吧,你不想看见王叔叔,就不要回来了。 距离我上学,还有一个星期,我满脑子都是我妈吼我的画面,想也不想,我就答应了。 那天过后,我和我妈正式开始冷战了。 我妈更加肆无忌惮了,直接让王成军搬到家里。 王成军大大咧咧地躺在沙发上,腿尖鼓囊囊,也毫不在乎家里还有另外一个女人,经常只穿一条内裤,就在家里晃。 我整天躲在房间里。 不得不说,王成军还是有几分本事的。 可是在自己房间一直待着,终归不是个办法,我总能一直不喝不吃,就算不喝不吃,人有三级。 我和王成军碰面的机会多了起来。 王成军抓住了我妈站在她那一边,更加嚣张,我从旁边路过的时候,还会对我动手动脚。 摸个屁股,拍个肩膀,这些都还算是无伤大雅。 结果在某天,我刚想去卫生间的时候,看到王成军竟然拿着我的衣服在脸上猛吸。 太恶心了。 我跑去和我妈说,可我妈一脸默然,还质疑我是不是在说谎,她固执地认为我对王成军有意见,甚至开始扯到我个人品行的问题上,总之怎么说都无济于事。 最后,我妈冷的脸塞给我一张卡,里面是你大学这几年的学费生活费,没有别的事,就不要回家了。 王成军明显不是什么好人,我还想说些什么,我妈将卡放到,我手上就走了。 终于快要上学了,我在心底数着日子度过,只觉得度日如年。 不过我虽然心底讨厌王成军,可只要他能让我妈快乐,对他好就可以了。 这天晚上,我妈做了很丰盛的一顿饭,都是我爱吃的菜,我们母女两人终于能坐在一起好好吃饭,如果旁边没有王成军就好了。 我心里这么想的,嘴上可不敢说。 我妈一颗心全都篇在了她身上,容不得我说她一句坏话。 饭桌上,我妈激动得有些要哭了,王成军手放在我妈腿上,咬着她耳朵,轻声说了些什么,眼睛却直勾勾盯着我。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,透过桌子上的烛台,我能看到她眼底燃烧的火,带着欲望。 好不容易吃完饭,我妈收拾碗筷去了。 王成军突然提议我们两人喝一杯,我下意识拒绝了。 不是我不会喝酒,是我实在不想和她喝,难以想象眼前的男人曾经是温文尔雅的高中老师。 而且受到不少女生追捧。 可架不住王成军的热情,尤其是她说了一句,我上学后妈妈就由她来,替我好好照顾,即便我有些不太信她的话,可最终还是答应和她喝一杯。 只是一杯的话应该问题不大,更何况这是在我家,她还能把我怎么着不成。 正好一阵尿急,我就先说去一趟卫生间,她挥挥手,让我快去。 我想起我的手机还放在餐桌上,转身想去拿手机时,看到王成军手里拿着一包粉末,看不清上面的自己。 她把粉末倒进杯子里,然后快速搅拌均匀,娴熟动作让我意识到她不是第一次这么干了。 大家好,欢迎来到灵感故事盒,喜欢我的频道就点赞加关注,谢谢。 她倒完后,还回头看了一眼,好在我及时躲了过去。 这王八蛋,居然真的不安好心,这还是在我家。 我心里火冒三丈,恨不得现在出去就撕了她,转念一想,现在没有证据,妈妈是不会信我的。 整理好情绪后,我走了出来,王成军一脸笑容将酒杯递到我手上。 我一定要揭穿她的真面目,当着我妈的面,让她看清王成军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 我咬咬牙喝了进去,王成军露出满意的笑,拍拍了我肩膀说让我去睡吧。 我若无其事地和她打了招呼,就进房间了,回到房间后,我打开电脑,放了一个电视剧,把声音开到最大。 然后我趴在垃圾桶上,拼命将刚才喝下去的东西吐出来,吐得昏天到底。 接着,我给我妈发了短信,把王成军给我下药的事情告诉了她。 说实话,我不确信我妈会不会相信。 我将手机放在柜子上,打开录像功能,确保不会被外人发现,做完这一切后,还是感觉脑袋蒙蒙的,即使我吐出了很多,但是这个药效还是发挥了作用。 我的意识有些迷糊,身体完全不听使唤,刚想锁门,就觉得身子一软,重重地摔在地上。 迷离中,我看到一个人出现我面前。 是王成军。 他粗壮的手臂轻松地抱起我,男性特有的荷尔蒙气息扑面而来,我腿软得更厉害了。 宝贝,本来还想和你多相处几天地培养感情的。 他接着说,可惜呀,我眼皮像在打架,强大精神,现在的唯一的希望,就在我妈身上,我值得期待我妈看到我发的短信。 谁知道,她竟然从房间出去了。 我松了一口气。 正当我挣扎着,起身想把门反锁时,王成军再次推门进来。 王成军也太变态了吧。 这个变态,搬来了高清摄像机,嘴里哼着小曲,高兴得不得了。 王成军迫不及待地脱掉上衣,露出浑身强壮剑子肉。 就在这时,门突然响了。 薛轩,你出来吧,妈妈和你说些事情。 王成军皱眉满脸不耐,居然直直地走出了我卧室。 我简直不知道她脑子在想什么,现在的她浑身赤裸。 不过眼下最紧要的是我自身安全,即使有录像在,我妈现在的状态难保她不会恋爱脑上头,说是我勾引王成军。 我咬紧牙,用尽全部力气冲过去,把门反锁后,我还是不放心,又将桌子推过去,堵在门口。 做完一切后,我松了一口气。 门外,我妈问她为什么进我房间,王成军吸踢笑脸地说追求刺激。 甚至还要和我妈在我房间。 让我心寒的是,我妈居然没有检查一下,我是她女儿,她这么能一点都不关心我,尤其是她明明已经看到了短信。 这一晚我没有睡觉,脑袋萌萌地想不通,我妈到底回事。 第二天,我早早地拉着行李箱去学校了。 可我没想到的是,王成军丧心病狂的程度。 他独自一人跑到学校,冒充是我的家长,把我的住宿给退了。 宿管阿姨见他长相俊朗,温文雅有礼貌,就给办理了。 等我知道的时候,我的行李已经全部被王成军给搬走了,尤其是电脑里,还有我录下他试图性侵我的证据,这下我彻底慌了。 我打电话给他,质问他这么做的原因。 王成军笑嘻嘻地和我打岔说,宝贝,你不要以为能逃脱我手心,乖乖听话就好了。 那天你不也挺爽的吗? 你可得你妈嫩多了。 他妈的,你去死啊,死变态。 王成军听见我骂他,反而更兴奋了,宝贝床上也这么活泼就好了。 我低声质问他,你难道不怕我告诉我妈吗? 畜生。 王成军毫不在意,嘲讽道,你还不死心啊,你妈都知道了,短信还是我给他看到。 他的声音犹如一把剑插入我心口,虽然我早就察觉了,可得到回复的这一刻,还是心如刀绞。 他接着说,你也不想你们母女两人的视频被流出去吧。 我没硬,王成军以为我已经顺服了,电话那头开起了黄枪,乖乖听话,早就想试试母女花了。 你们母女两人,身材真是一个比个好,你妈是胸大,宝贝你是嫩。 我咬牙,直接挂断电话。 我不信,打电话给我妈,发现她不接,大概是把我电话拉黑了,总是忙因,我就跑回家蹲守。 蹲守了几天后,终于让我抓到机会。 这天王成军出门了,他前脚刚走,我就进去了。 妈妈见到我吓了一跳,随后怒斥我,谁让你进来的,滚出去。 直到我说出真相,又把电话录音给我听后,妈妈再也绷不住了,哭得声嘶力竭,垂胸顿足,不停地骂王成军,真是个畜生。 随后,将出了事情真相,其实王成军早就对我有意思,想将我占为己有。 他知道,从我这下手难度很大,就将目标盯在我妈身上,先是利用老师身份和妈妈套近乎,妈妈对王成军的印象一直很好,真的以为王成军是想和他在一起。 但妈妈也并不是随意的人,相处了几个月后,两人才发生关系,刚开始,王成军温柔,细致,尊重女性,有礼貌,却是可以算好男人,妈妈逐渐认可他了。 爸爸之前背叛过妈妈,妈妈内心敏感脆弱,半夜偷偷看了王成军的手机,手机里大量充斥着我的照片,有我午睡,跑步,学习甚至还有一张照片,是王成军送我去医务室,偷偷拍下我换衣服的裸照。 妈妈愤怒不已,将照片统统删除后,又悄悄放回原地,可他低估了王成军的无耻,第二天,王成军把裸照和妈妈的心爱视频传了过来,威胁他,说这种照片他要多少有多少,如果不从他,他就会将视频照片公之于众。 我沉默了,好久问道,既然如此,为什么要把他带回家? 妈妈叹了口气,他刚开始和我说好不会再打你的主意,想和你亲近一下,绝对不会越过雷池一步的。 我想着你,还有一个星期就要开学了,这才同意的,没想到,真是个畜生。 之前发生的事情,全部有了解释。 我忽然想到,那天我觉得有人触碰我,原来不是什么鬼压床,他早就在家里水里倒了迷药,等我迷迷呼呼睡着后,然后偷偷溜到家里。 妈妈知道,王成军对我有不轨的意图,可是又迫于他手上有我们的把柄,加上妈妈,不想把我也拉进深渊,他想让我快快乐乐地成长,所以才试图驱赶我,以此保护我。 他的冷漠都是有原因的,我是他一手带大的女儿,居然没有察觉到,妈妈的多难,在我和他争吵多时候。 妈妈眼泪流下来,哽咽道,这该如何是好,他手上有你的裸照,我不能让他毁了你,王成军这个畜生一定会下地狱的,猪狗不如的玩意。 原来妈妈担心的,不是他自己的清白,而是我的。 妈妈擦了擦眼泪,眼底坚毅地说,萱萱你放心,妈妈就算是拼上这条命,也不会让他得逞的。 萱萱你要记得,妈妈永远爱你。 我点点头,忍住眼泪,说,妈妈你放心,我们一起想办法,从小到大你一直教我,有困难不要怕,我们一定会克服难关的。 妈妈摸摸我的头发,心未到,萱萱长大了。 我心里有了一个计划。 王成军再次打来电话后,我假意迎合他,表现得已经接受他了,约他一会见面。 他有些警惕,又敲打我,你别忘了,我手里有你的视频。 我咬咬牙,压下心底的恶心,乖巧地点头。 妈妈在家做了饭菜,我和妈妈一起在家等他。 王成军回家后,挑挑没做了下来,没动筷子,我知道他还是疑心,生怕我和妈妈给他下药。 于是主动把每道菜都给尝了一遍,又给王成军加了到他最爱吃的糖醋排骨。 啊,喂给我呀。 王成军满脸吟笑得张大嘴,等着我把送到他嘴里。 我忍住恶心,笑一硬地送到他嘴里,又怕他噎着,喊给他喂了口米饭。 王成军以为我已经屈服了,露出了得意的微笑。 早这么听话不就好了,非得逼老子动手。 他把手伸向我腿尖,大手搂住我的仙腰,嘴唇不住地在我耳边来回摩擦。 过了一会,王成军把我直接压到在餐桌上。 王成军一脸猥琐地舔了舔嘴唇,迫不及待地想脱我衣服。 又动手解开他的皮带,想提枪上马。 我心里焦虑不安,这和我想的不一样。 妈妈也有些急,和我对视一眼后,故作吃醋道,哼,有了他就不看我了是吧,你们男人都是吃着锅里的,看着碗里的,没一个好东西。 王成军听了后,哈哈大笑,拍了下妈妈的屁股,哄他,大宝贝吃醋了,怎么连宝贝女儿的醋都吃。 这大的,小的我都要还不成吗? 想起这狗东西,不是喜欢看我穿学生服吗? 我灵机一动,对王成军说,我和妈妈去换学生服。 文言,王成军笑意更深,高兴地捏了我和妈妈的胸部,让我们抓紧去换,还说有眼福了。 我和妈妈将迷药的涂抹范围扩大,先前只是抹在胸口处,妈妈说王成军那个狗东西最喜欢,总是爱不识口。 涂抹完后,我和妈妈对视一眼,换上衣服后出去了。 王成军看到我和妈妈,眼睛都红了。 好好好,宝贝们太漂亮了。 王成军这次果然中计,将妈妈扑倒,不多时,他就开始有些头昏脑胀,趴倒在妈妈身上。 他眨巴着眼,底牙道,他妈的臭娘们,是不是你们两人给我下药了? 我和妈妈无辜地眨着眼睛,那小模样要多无辜就多无辜,怎么会呢? 为了以防药力不够,妈妈在做饭的时候,单独做了一碗米饭,在里面加了一部分的药,配合着涂在身上的药,就算是头牛,都应该被迷倒了吧。 见祸,等老子好了,打死你们。 妈妈红着眼,拿脚狠狠踹了王成军,本来快晕过去的王成军被妈妈直接踹得呲牙咧嘴,手脚并用,想要起来,我和妈妈一个泰山压顶把他压得死死的。 找准他的后脖梗拍了下去,先前学习的防护技巧果然没错,王成军不一会,就再次晕倒过去。 我和妈妈趁着他晕倒的空隙疯狂打他,打之前我叫妈妈避开他的要害,直到我们筋疲力尽后,才想起正事。 眼下最重要的是,要把王成军删掉他拍的威胁视频,照片。 妈妈和我掏出他的手机,突然我想到,王成军的手机会不会开了双系统,果不其然,在我的细心检查下,王成军居然真的开了双系统。 也就是说之前,是他故意让妈妈看到关于我的照片,这一切都是他的计划。 他的第二个系统秘密,想必不会少。 打开系统后,我和妈妈呆住了。 一个个分类好的文件家,胡思佳,王楠楠,乔佳莹,过意他不简单的是人名,而是一个个少女的秘密。 足足有一百多个,其中不乏我认识的同学,还有老师,甚至还有同学的妈妈。 这个畜生,祸害了这么多人。 其实我和妈妈一开始只是想将视频照片给彻底删除掉,从而摆脱掉他的。 可是看到这么多受害者,我和妈妈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定要让这个畜生受到法律的制裁。 这些都是一个个证据,好在我们找到了。 我和妈妈报警了。 庭审当天,我和妈妈还有那些被他伤害过的人都去了,王成军还试图用精神病来开脱,可他似乎忘记了,他的职业是教师,每年都需要体检的,这项理由当然不会成立了。 最终王成军因为强奸罪,勒索他人财务罪,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。 终于我们这些被他伤害过的人亲眼见到了王成军最有应得的这一天。 法庭外的阳光温暖的照耀在我们每一人的身上,暖洋洋的,似乎在安慰我们。 妈妈握紧我的双手,轻声说,萱萱,妈妈爱你,不论何时何地,你都是妈妈最爱的人。 就这样,我和妈妈的生活又恢复到了平静。 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,别忘了关注点赞和分享,我们下期见。